好,我們現在還有這一個新的 WOW! 是加 這個是加 這個是一個香港的品牌 對 品加 它是品加加品還是品加 品加加品 品加加品 它的名字叫做品加 它是四個還是兩個字? 四個字 四個字 奇怪到叫它品加 OK 這個寶爸其實有一段時間也一直蠻喜歡用大家的鍋子 前幾代作品那個葫蘆 是的 還是那個年代 連身很多 然後我們要開箱這個 新的品加 我覺得它比較厲害的是 第一個它是日本的一個女工業設計大師 叫做 柴田文江 柴田文江 日本的工業大師設計 對對對 是一個蠻有日本有指標性的人物 然後他也很少跟所謂華人的品牌合作 所以這款是蠻有指標性的商品 所以 家裡面要有一些質感商品 真的可以去挑選一下 加品這個系列 最新的這個系列 對 然後它有 裡面一共有四個套件 四件套 對 然後它的說明書 我覺得還蠻精緻的 是 說明書 然後它有一個 一樣是矽膠的 鍋墊補 鍋墊補 這個蠻紮實的 對 這個矽膠墊補 蠻紮實的 放在聽那個聲音 而且它還有一點點的設計感 是的 有一定的設計感 然後後面沥水其實蠻蠻好的 所以它不會傷害到 這個鍋墊 絕對不會傷害到桌子 因為它把熱能保留在上方 把下方都把它散住了 你看它下方其實是空 空開來的 空透 通透的 再來 鍋蓋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鍋蓋 先把它鍋蓋拿出來 然後 這是鍋蓋 工業設計還是工業設計 這個設計感很強 它那個 對 而且它是 一種叫做紅彩鋼 這個紅彩鋼 它是一種特殊的塗層 它有點類似所謂的 唐齒法郎 唐齒法郎 唐齒法郎的一個材質 那 這個紅彩鋼有一個特色 就是說 它可以乾燒的 耐乾燒可以到250度 哦 耐乾燒 耐乾燒 對 所以你鍋子如果放 放在瓦斯爐上面加熱 忘了關 它可以到250度 不會壞掉 OK 所以可以讓你允許一點點 做乾燒機的時候用 是 乾燒的 那個中式的菜 那個乾鍋 乾鍋 乾鍋類的東西 食材 可是你拿到可能不捨得 因為那麼精品的 那麼漂亮的鍋子 可是它可以讓你做這種 而且拿到手 它是有些些的份量的 是還不錯 拿到手還不錯 然後你看它整個設計感很強 然後外觀的顏色也很漂亮 好的 外觀的顏色很漂亮 它還有一個概念就是說 可以讓你一鍋到底 我們一鍋到底 有時候是指說 我可以做很多大菜 是 然後它這個是 比方說我的料 可能是放在冰箱裡面 我從冰箱裡面取出來 我可以直接加熱 加完熱之後 可以變成一個餐盒帶出去 或者是回到冰箱裡面去 瞭解 這個鍋子 煮完了 然後吃 吃了還有一些 或是高湯還都在裡面 我們可以加上蓋子 直接拼著 加上蓋子 加上蓋子 然後進冰箱 是 然後出門 或者是你外面再做個布包 是 布包再出門 跟大家分享 也是可惜的 是 這個又何要乾鍋街了 是 然後它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說 它有被 在台灣有檢驗過 SGS有檢驗過 它是可以 呃 有 那個遠紅外線 它的放生率超過95% 所以它在 料理的時候 可以 維化水分子還有油 所以 維化水分子 所以 煮那個 排骨 在煮化那個湯的時候 會很快速 對 也會 也會比較 營養比較能夠被保留下來 是 OK 營養比較容易被保留下來 是是是 OK 對 它還沒有結束喔 還沒有結束喔 我現在在停 這樣子 然後我們要看它 一二三三件套了 第四件套這種 第四件也是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是 這是一個 你要表演一下 可以拆卸的手把 可 手柄 可拆卸式手柄 可拆卸式手柄 手柄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設計 因為一般鍋子 我們都會覺得說 它應該有一個手柄 對 有一個握柄 是 那它是做成可拆卸式的 單手操作的 對 然後 我也是第一次使用它 它需要 左右是不是 對 左右 左右 來夾住它 對 它需要有一點 有一點 有一點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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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翻回來 對 就可以拿起來燒了 然後 這是在爐罩上 煮的時候過程的長相 是 我們放在桌上吃 有時候整個鍋子在桌上吃 那一根靶子很礙眼 它就可以拿掉 是 所以上桌比較好看 對 然後 吃到 可能一個人吃完 還有一半 那我們還是把它不要浪費 整個蓋子 蓋著 然後去進冰箱 是的 這個其實蠻適合那種肉燥 是 可能疼 疼過一次兩次吃 那種機會 對 而且 比方說我今天要 進烤箱 我就可以不用擔心說 我買了一個鍋子 然後 有一個 握把 然後材質不能夠進烤箱 對 它就有這個好處 所以它可以有很多的用途 對 好 然後它整個 其實拿到手的話 它整個厚實度其實蠻好的 對 摸到這個鋼 你說這個叫做紅彩鋼 紅彩鋼 摸到這個鋼 它的紮實度很強 嗯 然後這裡面其實它是另外一種塗料 不是糖池 看起來很像糖池 可是不是 所以它的耐乾燒 可以耐到250度 這是蠻特別的 普通糖池到250度就裂痕了 是的 大家可以去考慮一下 嗯 它也比一般的糖池鍋要輕一點 然後不容易變形 因為 就是因為它這種特殊的塗層 然後這種 比較無鑽利式的工藝 然後 就會也讓它的整體外觀 會看起來比較輕便一點 OK 然後 這個系列就是 這個柴田設計師 把它叫做一氣呵成 一氣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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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冰箱啊 從什麼地方啊 然後就是 反正我場景的變化 然後它可以一直配放 蠻適合那種喜歡極簡工的朋友們 一起在做使用 對 然後那個場景 場景下使用 它不用一天要許 一個吃飯的過程 你可能要取洗三種碗 一個是廚房在做菜的碗 再來是餐桌上的盤子 是的 然後之後 進冰箱保存的那個保鮮盒 是 一個 一個用餐的過程 我們就只需要用一個 所以就是所謂的一氣呵成 是的 這是這一個 這一個商品很好的 這個鍋子很好的一個 代言方法 是的 然後這一款啊 除了這一款 它是比較鍋具的 它還有一個便當盒 這個延伸商品 我們可以點擊下包連接 對 它還有一個便當盒 那便當盒也是一樣 我從料理到製作 然後到冰菜冰箱 到甚至我要加熱 到食用 外帶 都是一氣呵成 是的 所以這個關鍵 是自己打一氣呵成 是 然後直接要收取 紅彩缸 紅彩缸 這個便當盒也是紅彩缸 是的 然後這個也是 全部的那個 加熱方式都可以使用 對 瓦斯 然後 煤氣燥 電磁爐 黑金爐 電桃爐 烤箱 都可以進 都沒有問題 不能進微波爐而已 其他都可以 你聽得到的爐 除了微波爐 都可以進 是的 非常讚 然後這一個握把 設計很棒 按下去 很紮實 對 剛剛還不會 過雲天 它應該繼續跳出來 是 這一把 其實它的設計感 認真的看一下 它的設計感 其實還蠻強烈的 是的 按旁邊 跳開來 然後 夾到鍋子之後呢 再回去 按緊 它就會天經手了 是的 這個鍋 鍋吧 其實蠻棒的 這種設計 真的很設計 真的是這種 極簡風的一個 很好的設計 很日本啊 很日式 日本人跟香港 品家的一個 日本那個 設計師 柴田文江 柴田文江 跟品家 一個很好的合作作品 是 分享給各位 是 好 謝謝大家 謝謝